哎你们说双学历对于您的帮助很大 到底有多大 对能加到多少分呢 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一说 那双学历呢 对于绝大部分本科毕业生 那工作满一年是有机会能加到最高32分的 因为你多累计一年的 在那大工作经验有的时候 分数也不一定能比32分要多 所以理论上你读双学历的某种意义上呢 是甚至能帮你节省至少工作一年才能有的分数 那32分怎么到来呢 首先是刚才我们说到 如果你有三年或三年以上的这个文凭的话呢 你的移民的基础分是120分 那你如果你在加拿大有两个学历呢 你的分数是128分 那这个是加了8分 那很多人说哎不就8分吗 不是的 我们一直说异议的打分系统叫做CRS 它呢是一个交叉打分系统 那如果呢 你的单科英语水平有超过6分 并且你有加拿大一年的工作经验 那通过你有双学历的就读 你的交叉打分就会从26分涨到50分 只要未来你在加拿大累计一年工作经验 你单科雅思成绩能达到6 你就读双学历就是妥妥的能加到32分哈 那很多人说了哎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双学历的这个加分 和如果我在别的国家去读这个研究生或者说我在外省读研究生的分数会差多少呢 其实如果是学历指标来看研究生的分数呢是135分哈 那我们拿135分减去128分 其实如果你读双学历就学历这个单科的指标 你跟研究生只差了7分哈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我如果已经有研究生学历了 那双学历就没有用了吗 其实也不是的 但我们真正的工作过程中 双学历的加分也帮助了非常多 走安省研究生省提名的同学出现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研究生省提名其中有个大分项哈 就是说你在加拿大有几个学历 有不少我们可能是国内读本科的朋友来加拿大读研究生 那么他只有一个研究生的学历 尤其是如果是在当趟这个地域打分不占优势的学校 或者是专业不占优势的朋友 有的时候多一个学历加5分就是非常非常关键 所以针对于国内读本科 然后我们在安省读研究生 但只有一个研究生学历的朋友 读双学历也能够帮你在省提名阶段 能够加上5分也是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总结一下 那双学历可能适合的人群有哪些哈 如果你已经毕业了 已经持了工签了哈 你尽快的就读双学历 你可以一边全职工作 一边兼职读书 那是非常好 能够弯道超车的方法 那第二类人群呢 很多的本科未毕业的学生说 你尽快的读双学历 等你毕业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双学历在手 一定是抢占心机的哈 那当然我也建议 可能国内读的本科 加拿大有一个研究生学历 但是省提名打分不占优势的朋友 双学历也是很适合大家的 那再有的呢 就是你的工签都已经快过期了 你的分数还不够 但还想留在加拿大 再搏一搏的朋友 那么就读双学历呢 也可以帮助大家申请学历 留在这里 那等双学历毕业 你的分数很有可能通过加分 也是能够实现班造超车的哈 双学历呢 在规划上面是很有讲究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 针对于一亿亿的打分来说 如果你在fulltime读书期间的工作经验 是不能够算作移民的哈 所以针对于很多的持毕业工签的学生 如果像我真的碰到过 他没有经过一些专业的规划和咨询 那他认为自己的移民分数不够 所以他又全职的去读了一个双学历 但在那个时刻已经持工签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的 因为今天呢 我们推荐的一些很不错的专业 包括我们的一些很好的资源 那你不光能累积你的工作经验 实现一亿的分数 同时呢 你还可以同步兼职读书 那么合理规划的话 可以在你工作还没有满一年之前 就加到双学历的分数 我觉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很多人语言上面 还是有一定的历史 我们经常说 大家移民考到8777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通过我们的CS7系统来看 8777和7777 只是listening差一分 但你整体的分数能差到20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学生 如果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要努力的往8777去冲 但如果你觉得短期内考到8777 有难度的学生 一定要尽可能开始就读双学历 因为它通过交叉打分 能够让你一年加到32分 全职工作 兼职读书 是我针对现在所有持毕业 工签的学生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 您好 我这边是多资处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哦 您是想咨询这方面的业务 对吧 没问题 那我帮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